各位孔太太 我們即將要推薦大家看的是 國民老公孔劉的這個新聞 孔太太的部分 孔太太 孔劉廣告很多 最近印象深刻是 手機代言的廣告 不過最近 他還有拍女友視角的部分 這種你也可以是不是 就是已經帥到已經 男生都會融化 男生也喜歡 對 其實孔劉的這個型 感覺是男女同吃 男生也會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的帥 不是只是就是站出來然後帥 他是很多行為裡面會很帥 誰是站出來帥而已 沒有才華 就只有站出來帥 你說 我 你是不是 你本人嗎 我自己 我自己嘗試能夠站出來就要帥 你說他除了站出來帥之外 他很暖 他的行為 他對女生的那個是貼心的舉動 尤其在這個廣告裡面 我覺得沒有女生可以招架得住 我跟你講還有一支更招架不住 就是他為電信業者拍的廣告 看一下 我一定要有女生可以招架得住 我一定要有女生可以招架得住 一腳踏上輕軌電車 孔劉穿著招牌大衣 帥氣臉龐讓粉絲看了超心動 我現在要在身邊 孔劉和女主角在列車上相遇 接著共遊布拉格 手拉著手吃著同一支冰淇淋 畫面拍得超唯美 這支孔劉為韓國拍攝的電信網報 跟副鞋風拉格 異國風情讓人心動 國民老公孔劉最近廣告超多 以電影規格拍攝的還不止這一個 帶著毛帽走在古色古香的日式小屋旁 這支服飾品牌也是新推出 除此之外還有這個 衣改溫暖風格 孔劉代言手錶展現冷峻的一面 超人氣的孔劉日前也為了代言 華碩手機來拍造成旋風 代言吸睛三億 人氣滿分 廣告也讓粉絲看到爆 TVB的新聞張麗玲 劉宇清台報導